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期货的部分 早上一开盘没多久 期货就跌停 当下其实影响最大的 不会是散户朋友 除非你有去做这个 这个城市自动停准的设定 否则大多数都是法人受伤 那当然这个影响 阿翔老师不在此评估 因为毕竟你今天可能晚上 看到很多的财经节目 都会开始在聊这一块 所以我就不多花时间 在这一块多加说明 所以还是回归过来 这个盘是 昨天指数收最高带量 今天却跌了49点 盘中还一度跌到了90几点 那还记得在昨天的 Light上面的阿翔老师的报告 在盘中超过11点左右 分享出来 在我的报告当中 我特别讲到 我昨天都在卖股票 也特别谈到在昨天的盘中 我们引用这个 这个慧能祖师的这个 一番言论 就是这个一个小故事 上面谈的是风动 心动还是烦动 风动烦动心动 那你可以很清楚的 在阿翔老师昨天的 Light上面的报告 看到说 当指数在往上冲的时候 我特别讲了 你不应该心动 那如果说你昨天有看到那一篇 你自然而然不会到处乱追股票 会跟着阿翔老师一样 陆续采取一些逢高的 涨多的获利下车的动作 那当然阿翔老师并不是说 这个指数接下来会怎么样的 这修正还是如何 并不是看坏 而是你本来涨多的 你就应该要适度获利下车 把赚到的钱放到口袋中来 那刚刚好又遇到 今天的这样子的盘子 那当然这个策略就完全不正确 所以我才说赚钱的原则 能够让你赚钱的操作原则 如果能够赚钱 这个操作原则它就是对的 所以阿翔老师一直跟各位讲 做股票不用急着去追 你只要买那个还没有涨的 这就OK了 还没有涨的业绩好股票 这样就好了 逻辑就会这样子 操作原则一直不会改变 除非是转成空头 转成空头当然就顺势 顺势做避嫌 好 在这个盘式的部分 那今天它呈现的是一个指数 上市指数它呈现的 还是一个量数整理格局 那内支撑盘的效应应该还是维持在 持续在撑盘 但是比较重要的是在于什么 重要的是美国的科技股相对来说 费城半导体接下来面临关键时期 月线跟季线的把位站 月线目前扣底在这个位置 所谓的扣底值就是月线去算出来说 它接下来会继续走上扬 或者是走平或者是下弯 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数字 月线目前扣在这个位置 五个交易日 四个交易日之后 一二三四 四个交易日之后 会来到这个位置 扣底在这个位置 那就会变成 如果说 接下来费城半导体指数 还是在这个1083的位置 没有收上1100的话 这个四个交易日之后 月线就会开始慢慢的下弯 当然月线下弯不是好事 怎么会是好事呢 而另外在季线扣底的部分 季线目前扣底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五个交易日之后 会来到这个位置 等于就是开始面临到 费城半导体指数 接下来面临到双扣底高的状况 季线往上扣 月线往上扣 双扣底高 接下来月线线 除非能够化解 要能够化解 除非费半一鼓作气往上拉 所以在这一块来说 我投资朋友 这个是接下来费城半导体 指数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那你可能会问说 那阿翔老师 这样子难道多方就没有机会了吗 也不是 而是说费半 如果接下来八月份 面临到这样子的双扣底高的 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 在外资上面的操作来说 你就要特别去注意说 它是不是有忽然用力的转卖了这样子的状况 这是第一个部分要关心的 但是呢 各位好朋友 我想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台湾在台湾的外资 有很多的真外资 但是也有更多的假外资 好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接下来 当然短线上避开那种涨多的 然后是真正外资在做的股票 那当然是真正合理的判断 那我们接下来要注意的是什么 我们给各位看一个重点 虽然说今天上海综合指数是稍微的有小跌 但是呢上升指数 到目前为止就是呈现一个多方式 这很合理很正常 而且它又不像这个很多的各国股市都是呈现一个涨多 你可能听到这边你会想说 翔老师是不是要叫我们去买上升二叉 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告诉各位 对于那些假外资来说 相对来说 这些跟入股比较相关的 台湾的一些股票 影响就不会这么大 你现在方向就很清楚了 但是呢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美国的科技股虽然说 这几天又持续在修正 但是呢 各位好朋友 你记不记得我先前一直跟各位说 苹果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事情 那时候我在这边跟各位讲说 我说苹果是没有事的 你回去看之前的节目 然后面一堆人跟着在讲苹概嘛 不过那已经不重要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的确 Apple的股价 昨天是创了新高 在亚马逊啊 在这个这个 硬材啊 或者是超微啊 等等有些 昨天跌势比较重的情况之下呢 反而在这种 Apple本一比本来就不高 先前我在这边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说当初在评估这个高盛 在评估美国五大科技股 里面本一比最高的是亚马逊 将近90倍啊 但是高盛却故意把 这个Apple把它放在里面 你看Apple当时股价在这个位置 他本一比才14.9倍啊 硬要说这个 这个Apple的股价是偏高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 你看哦 外资就是摆明 就是个骗子 我说我先前说过了 没事就是没事 不然大力光为什么 现在快五千五千五七零五 所以外资的报告 有时候看看就好 但是如果你有专业能力够的话 你要仔细去评估 那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以台湾的 电子股来说的话 评盖 因为毕竟还有iPhone8的 这个加持的力道 那但是有些已经涨上去了 你就不要过度去追高 就像我们先前把这个台郡下车 好吧 获利下车 今天配息一下来 稍微小跌 我们在这个位置卖的 这一一五到一四一点五 对不对 那二三一三的华通 咦 今天昨天这个也全数获利下车了嘛 昨天节目也直接讲了 今天又稍微休息 不过华通这个空单 有些增加的速度有些快哦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我会密切注意 如果说有行程嘎空的机会 我就会让会员朋友再买一些回来玩 再买一些回来做做 这个滑通接下来密切观察 那紧缩的部分 目前也没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总体来说 你可以看出几个方向 现在全市场最关心的绝对是苹果 绝对都是苹果 但是呢你有沒有发现 当你一直在关心苹果的时候 阿翔老师陆续已经先把华通 先把台郡 陆续先获利下车 然后你又看得出来 阿翔老师刚刚点到了上证指数 我是要告诉你什么 点到了费城半套地指数 短线上的弱 我是要告诉你什么 我是要告诉你 现在市场上 你都在注意苹果 全市场大家都在注意苹果的时候 阿翔老师却看到了 中国大陆智慧型手机的高速成长 当然他们的高速成长 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情 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中国大陆的智慧型手机 在最新的这个数据 所谓的数据是指的是销售数据 在今年第二季 今年第二季 全球各大品牌手机厂的销售数据 你知道前五名是谁吗 第一名三星 市占率大概23%左右 全球各大手机厂 在全球在第二季的销售状况 第一名是三星 市占率将近百分 差不多百分之23 哇塞 也就是平均来说 全球有在用手机的人 四个人当中有一个就是用三星的 很厉害对不对 很厉害对不对 好 第二个是谁 苹果 那当然是苹果嘛 不过市占率大概百分之12% 当然因为毕竟果粉的始终 果粉很多啦 那第三名是谁 华为 第三名就是中国的华为 那第四名是谁 OPPO 去年高速崛起的OPPO 这这这 OPPO主打的功能是它的照相 那OPPO的手机 我记得先前还请这个谁 SHE的这个Hibi来代言嘛 对不对 第四名是OPPO 第五名是谁 小米 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第一名是三星 第二名是苹果 三到五名 依序是华为 OPPO跟小米 后面这三名加起来 市占率总共25.6个百分点 比第一名的三星的23%还多 也就是说 在接下来 也就是说 在第二季全球手机的销售状况的数据来看 你可以明显发现得到一个事实 中国大陆的手机 正在高速的崛起 而更重要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在全球有用手机的朋友们 四支手机当中 有一支是三星 有一支不一定是苹果 为什么 因为苹果市占率12% 还要必须要看它是不是果粉 但是以数据来说 有一支会是苹果 后面第三支跟第四支 可能是华为 可能是小米 或者是可能是OPPO 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在四个人当中 三星可能一定会有 剩下会有两支是中国大陆的手机 最近的神盾标离波上来 但是我不会叫各位去买神盾 因为毕竟指纹辨识 已经开始要慢慢被替代 我要告诉各位的是 当你都在注意苹果的时候 阿翔老师已经准备 我们前两天都在抽回现金 让会员朋友抽回现金 获利下策 我们已经在准备 要布局相关的 中国智慧型手机的相关的机会 你有没有发现全市场 现在你看所有的节目 几乎都在跟你谈篇盖 先前提下来的时候 都不敢跟你讲 只有阿翔老师一个人 一直告诉你 这苹果根本没什么事情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时间点 那时候没有人敢讲 每次等股价拉上来就一堆节目 在介绍你苹果 但是到了这个时间点 当一堆节目又一直在讲苹果的时候 阿翔老师又要领先市场告诉你 现在整个市场没有人在谈 中国智慧型手机这一块 但是你知不知道 中国智慧型手机 现在是八月份正在做大局拉货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每一年销货最旺的时间 每年的中国消费者 买东西意愿最强的时间 就是每一年的金酒银食 现在是八月三号 金酒银食很快就到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些各大厂 包含的华为 OPPO小米 都在正在积极的拉货跟部件 所以你现在你到底要买苹果 还是要买中国相关的手机的供应链 又或者是两者都包的 那当然相关的股票 阿翔老师已经把报告准备好 新产业新趋势的研究报告 那如果说你也认同这个方向 阿翔老师再等一下 现在是三点多 等一下晚一点 录完节目之后 我会放在LiAT上面 我的LiAT上面 提供给所有的LiAT的好朋友 做线上索取的动作 所以各位所有好朋友 你还没有加入阿翔老师的LiAT的朋友 这最新的报告就无当股票 你认同这样子的方向 欢迎加入阿翔老师的LiAT 并且稍晚的时间去做线上索取的动作 阿翔老师的LiAT的加入方式 就是您拿出你的手机 透过手机上的LiAT 输入小老鼠小写的T2330 小老鼠小写的T2330 输入这个ID 你就可以加入阿翔老师的LiAT 另外我们最后再谈一档股票 正是因为阿翔老师看到了中国智慧型手机的大局崛起 并且正在处于一个拉货期 所以我先前54块会买的杨诚 昨天先卖在62块5卖了一半 54块在这个位置 那杨诚跟欧肥光的合作 那欧肥光我想各位都知道 中国大陆很大的一间工区嘛 看到这边你应该明白 在这一块的力道是不容小觑的 好了最后节目时间的关系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这个相关的最新的研究报告 欢迎各位去做线上索取的动作 但是要请各位先加入阿翔老师的LiAT 小老鼠小写的T2330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战争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